加油 国民党加油 带领党级立委喊口号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出席国会改革说明会 针对27号核三场一号机正式除异 魔刀霍霍炮打执政党 能源议题朱主席持续紧要 不过针对颜宽衡涉嫌诈领助理费 却选择轻轻放下并未寄出党级处分 相较日前郑文燦社贪案穷追猛打 不免遭质疑道德标准两样情 党级的部分都会依照我们党的规定 一惯例来处理不需要利于赢金 国民党的立场就是挺贪污 朱立伦主席说 他要用惯例来处理 但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的惯例就是黑金 不只自家人涉贪案件轮化 丙就连这回凯米来袭 立委黄杰隔空点名党内四名栏位 包含江启臣 柯志恩 马文军 谢一凤 风灾当前搞神影 我们这个谢立委每一天 都在做勘灾的工作 每一天都在为地方 争取一些重建的经费 跟了解地方的灾情 如今风灾积水才刚消退 但另一头的政坛口水 却是满天飞 新新闻最后报道